当初家里穷,只够一个孩子上学,我可是二话都没说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你了呀。 要不是我大义灭亲,你现在哪来的机会当老师做办公室? 还嫁了个好老公,吃穿不愁,大姨一边磕着瓜子,一边朝我妈疯狂输出,从进门到现在嘴就没停过。 我往躁肚子里加了把柴,轻吃一生打断它,你考了三年都没过当,我妈需要你让。 她考上师范大学评的是自己的实力,找到我爸那是我爸的运气,跟你有半毛钱关系,还有,大义灭亲是你这么用的。 没文化就别硬装有文化,尴尬症都快犯了,大姨满是横肉的脸皱成一团。 哎哟你个没大没小的妮子,亏你还是准大学生呢,大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我妈象征性地瞪了我一眼,笑着打圆场。 今天是盈盈的升学宴,亲朋好友,老师同学都在,就连镇长和书记都来了。 你这时候提这些陈年往事做什么呢?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呀,大姨披眼挑眉,吐了把瓜子皮,不说这茶也行。 但有个事儿吧,今天得给我办了,嘶,这语气,知道的说她是我大姨,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妈欠了她几千万呢。 给我气笑了,你平时,我妈轻轻拍了我一巴掌,示意我不要说话。 我气鼓鼓地别过头去继续烧火。 心知我大姨肯定没憋什么好屁。 她仗着是我妈的亲姐姐,从小到大来我家,打秋风打习惯了。 从我记事开始,每个月我妈发工资那天她必然要来我家, 轻则蹭一顿大鱼大肉,重则顺走我妈的各种衣服,包包首饰。 挨压都是自家姐妹,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你反正是有工资的人,回头再买不就是了,这就是大姨惯用的说辞。 今天是我的升学宴,她知道我妈顾及姐妹情分,又爱着面子,定然不好意思拒绝她,所以肯定会狠狠打个秋风。 说实话我,甚至有点好奇,她到底又想从我家薅点什么羊毛了。 我妈耐着性子道,姐呀,这些年你从我家拿的也不少了,你还想要什么呀,都是自家姐妹,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 说什么拿不拿的,大姨说着,从身旁提出一箱忧酸乳。 那,这是给盈盈买的,哟哟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有生之年我还能喝上大姨买的东西,这是什么见外话,小时候你妈忙着上课,大姨总抱你呢。 你都不记得了,我摇头如波浪鼓,不记得了,我妈上班的时候都是外婆带我。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那会儿不是成天不下地,就耗在麻将馆里打牌吗? 我妈拿手肘推了推我,好好说话,大姨别别嘴。 一副,我是大人我懒得跟你一个黄毛丫头计较的样子。 玉兰啊,赶明咱们去趟房管所,把这个房子的户头过一下吧,她的嗓门很大,我和我妈都听得清清楚楚,就连不远处正在直播的堂姐都听到了,认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我震惊到说不出话,我妈也愣在当场,不敢置信地反问。 啥?哎呀,就是说,你家这个房子风水还蛮不错的了,名过户到我儿子名下,将来她也能跟盈盈一样,考上北大。 得亏这房子风水好,要不然就盈盈这脑子,怎么考得上北大呀? 不过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的了,不还得嫁人吗? 要我说呀,盈盈这书干脆别读了,就在家给你表弟辅导功课,我每个月给你,快工资,再给你介绍个好对象,结了婚生个大胖小子,两个人把日子过好,那不比读书强啊。 你说是不是啊,玉兰?我,我妈,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帮我问问大姨,她的脑子是被裹脚布裹残了吗? 救命,她多大脸啊,怎么开得了口啊? 正在直播的堂姐突然拔高了声音,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我的堂姐杜晓晓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每天有直播时长任务,今天她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也没忘带上直播设备,本来她是直播农村办席,给粉丝开开眼界的,没想到刚才大一意外闯入镜头,和我妈的对话也都被观众听了去。 现在直播间,整个就是一个炸裂,大幕满天飞,全是骂我大姨的。 大姨指着堂姐就开骂,死丫头,你说谁呢?堂姐回头冲她甜甜一笑,谁接茶就是说谁,黑你个赔钱货,一天到晚正事不干,只会在网上卖弄风骚。 我们王家的事,伦得到你来说话了,我堂姐是个旅游博主,从来不擦边。 而且堂姐对我很好,知道我考上北大,家里条件又不好,她还给我封了一万块的大红包,让我交学费。 听到大姨这样诋毁她,我坐不住了,蹭的一声,从小板凳上站起来,嘴巴放干净点。 在满嘴喷粪,小心我放狗,给你撵出去。 堂姐见我情绪激动,朝我挥挥手,算了,别拉低自己的档次。 狗咬你,总不能咬回去吧,堂姐说得对,但我还是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林子大了,什么垃圾都有,堂姐回过头继续直播。 哎哎哎哎,观众二十几万了,喜欢看吵架呀。 原来,你们好着一口,啥? 你们想连麦亲自上来吗? 也不是不行,不过咱们规矩先说好啊,一枚火箭连麦一分钟,哈哈哈哈,不是我趁机敛财。 今天是我妹妹的升学宴,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北大的高材生。 大家的打赏我一分不要,全部给我妹妹交学费。 怎么样?堂姐说着,拉着我凑近镜头。 那,我堂妹,杜盈盈,高清五美颜的镜头下,我不算太白皙的脸蛋上满是锅灰。 我不好意思地拿手背蹭蹭,没想到越蹭灰越多,只好尴尬一笑。 嗨,大家好,我是杜盈盈。 哎呀呀呀,堂妹好可爱,笑得好憨哦,活得北大烟,给堂妹打抠。 堂妹我是你姐夫,看我看我,盈盈你多大了,交男朋友了吗? 妹妹,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谈。 堂姐笑骂道,管理员呢,维持一下秩序。 我妹妹还小,别吓着她,表妹太可爱了。 我要赞助点学费,我也要,我也要,屏幕上框框框闪过好几个火箭特效。 随后就有连迈申请打进来。 表姐通过申请后,一把年轻的女声响起,是个暴脾气的小姐姐。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这世界上还真有拿忧酸乳跟别人要房子的臭乞丐啊。 不对不对,说你是乞丐都抬举你了。 你狗都不如,堂姐将手机支架往前大姨的位置挪了挪,又把音响声音调大。 怎么样啊,王家大娘,听得清楚吗? 大姨虽然是个村妇,但是平时也玩抖音快手。 她知道这是直播,也知道直播间的人在骂她。 我大姨平时对我妈遗旨气使的,但其实就是个窝里横,对外软得一批。 听到对面这样骂她,她虽然气得直抖,但张着嘴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 直播间弹幕轻一色刷着耸。 暴脾气小姐姐又骂道,刚才还挺凶,怎么现在不敢跟我吵了? 老子花一千块上来骂你,你倒是坑一声啊,要不就说说你咋想的,一箱忧酸乳让人给你过户房子。 长得这么丑,咋想的这么美呢? 大姨愣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磕磕巴巴回骂道, 你,你谁呀?我家的是要你管。 垃圾,垃圾,怂,暴脾气小姐姐夸张地叹了口气。 哎,竟是个窝里横的,没意思,吓了吓了,第二个上麦的,是我表弟同学的妈妈。 这不是王子涵他妈妈?王子涵是我表弟,我大姨唯一的宝贝儿子。 大姨一听这声,以为是来了个熟人帮自己说话,赶紧凑到镜头前。 啊,对对对是我,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 你化成灰我也认识,堂姐和我对视一眼,面面相去,这是遇上冤家了。 堂姐两眼放光,问道,这位家人,请问你是? 我女儿和王子涵一个班。 王子涵天天缠着我女儿,给她写情书,表白,送蜡条。 我女儿明确地拒绝过几次后,王子涵恼羞成怒, 泼我女儿脏水,说她行为不检点,在校外被人包养。 我女儿才高二啊,给多坏的坏种,才会坏我女儿的名声。 我找到学校,要说法,老师把我和你大姨叫到一块儿调解。 嘿,她倒好,反咬一口说我女儿是舔狗,天天缠着她儿子。 或,果然是什么样的妈,就能交出什么样的儿子,想不到我表弟静着等候脸皮。 大姨听到对面骂她儿子,有些破坊,你搁这儿捏造什么事实。 明明是你女儿不要脸,狐狸精,勾引我儿子,耽误她学习。 我儿子每周快生活费全部花在你女儿身上了, 你怎么不说对面家长气笑了,你也知道你儿子每周快生活费啊。 真是没见过你这种家长,什么年代了,一周,快,只能顿顿吃咸菜。 我女儿心眼好,三不五时给你儿子买点荤菜,她就觉着我女儿对她有意思。 我起初还不知道你儿子的秘知自信从哪儿来的,原来是遗传啊,我凑近手机小声嗶嗶, 家人们,我大姨打麻将都是,快钱起步的,一场输赢大几百,给表弟的生活废财, 快,快,也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对面家长,那可不。 没见过这么自私自利,不要脸的家长,自己不好好工作,就想着在亲戚家里打秋风。 我呸,大姨战红了脸,骂骂咧咧地走了。 万万没想到,因为这场小风波,唐姐的账号涨粉十万,就连我这个网络小透明,也瞬间过了万粉。 唐姐私信我,盈盈,你要不要试着做做账号? 当然,得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先发作品积累粉丝量,后期可以直播或者带货,赚点生活费减轻家里负担也是好的。 好是好,但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内容,做你擅长的就行,保持垂直度。 好吧,唐姐,我琢磨一下,回头不懂得再来问你,唐姐回了我一个OK的手势。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果了,没想到大姨却并不这么想。 当天晚上,带家里的客人走得七七八八,大姨又杀回来了。 啪,她当着我妈的面,狠狠摔了个杯子。 王玉兰,你闺女干的好事,大姨恶狠狠地瞪着我,一副要把我生吞活泼的架势。 我妈下意识把我挡在身后,怎么了这是,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摔碗砸杯子的,大姨脆了口唾沫。 你们今天下午在直播间胡说八道,害得我家子涵被网爆人肉了。 现在子涵被全网骂舔狗,被全班全校的同学笑话。 我家子涵还要不要上学的了? 哦,这事儿啊,她倒也没夸大其词。 表弟的信息的确被迅速放到了网上,连带着那个女孩儿的信息也被扒拉出来。 但毕竟是未成年人,咱们的网警也不是吃素的,迅速把消息撤下,最大程度保护了表弟和女同学的隐私。 只不过在学校里,这事儿已然传开,我大姨和表弟都成了名人。 但我并不同情王子涵,她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仗着大姨的宠溺,在学校里没少欺负打压同学,惹是生非。 下午,那个女同学的妈妈其实半点都没冤枉我大姨。 事实就是王子涵缠着人家姑娘,蹭吃蹭喝就不说了,还老觉着人家姑娘心善给她买鸡腿吃就是喜欢她。 苦追小半年无果,又到处给人家姑娘造谣,说小姑娘行为不检点,交往多个男朋友云云。 高二的小姑娘,被这些糟心事儿反得影响学习,那家长能不生气吗? 但这小姑娘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明讲理,没有直接发难,而是找大姨面谈。 好家伙,谁也没想到我大姨当着校长和班主任的面就开始撒泼,非说是人家小姑娘不知检点,在学校勾搭王子涵。 小姑娘的爸爸气得当场暴走,但良好的学识和教养又告诉他不能动手打女人。 拳头捏得紧紧,高高扬起又放下,大姨倒好。 脸直接凑上去蹭人家的拳头,然后倒在地上,嚷嚷着打人了,非礼了,强奸了。 一通操作如行云流水,震惊在场所有人。 最后,大姨非但没道歉,没教育王子涵,还讹了女孩妈妈,快钱,不给她钱就不起来。 事后我大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来我家打秋风的时候跟我妈炫耀。 我在旁听的真切,但碍于她是长辈,我也只能私下呸几声,不敢当面指摘。 今天她被网友制裁,那叫一个大快人心。 但她非但不反思,还跑来我家秋后算账。 谁给她惯的? 我抄起墙角的条肘,指着地上的碎瓷片。 这碗是我恩师给我的升学礼物,你摔碎了一个,这一套就惨了。 赔钱,哼,一个破碗而已,你怕不是想额钱,我冷哼一声翻出发票,不多不少,缘,足够立案了。 要么立刻赔钱,要么我们公安局见。 你儿子做的那些下三烂乌人清白的事,也可以到警察叔叔面前分说分说,大姨听说我要报警,脸上清一阵白一阵的。 略做思索后,他索性往沙发上一坐。 嘿,我还偏就不赔了,你能拿我怎么滴? 那碗明明是自己掉地上碎的。 哦,你说是我砸的,就是我砸的。 证据呢?又来,又来,又是这副泼皮无赖的嘴脸。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亲戚? 我妈拦着我。 又想霍西尼打圆场糊弄过去,没想到大姨却得寸进尺。 怎么,没话说了,刚才不是很蛮横吗? 呵,还北大的高材生呢,连我圈里的猪都比你聪明,你嘴巴放干净点。 诶,这次不是我骂的,是我妈骂的。 我是我妈的心头肉,她当然是向着我的。 大姨愣了一下子,拔高了声调,王玉兰,你长本事了。 敢跟我这样说话,要不是我,你早淹死在水缸里了,还有你今天的好日子,这话倒也不是编的。 小时候,我妈皮翻到水缸上面玩,不小心掉了进去。 当时,外公外婆都不在家,要不是大姨集中生智把水缸砸碎,我妈早就没了。 也正是因着这个原因,我妈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着大姨。 但大姨就像一只饕餐,根本不知道满足。 每每理亏,她就会拿这件事出来说。 每每提起,我妈就掩齐息鼓。 大姨见我妈不说话了,得意地往以背上依靠,今天你好几次博我的面子,盈盈又害得我家子涵被网爆。 这事给我们全家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不可能就这么了,我妈无奈地叹了一声,那你想怎么样啊,大姨从包里摸出户口本,身份证等物,明天一早,把你家的房子过户到子涵名下,那这事就算了。 否则,我跟你没完,警察局。 大姨做梦都想不到,我家装了监控。 原本是没有的,我家本就不宽裕,又是住在民风淳朴的村里,基本上用不上监控。 但去年家里养了猫,为了时刻看到猫猫,我在家里装了个小米摄像头。 万万没想到,这个摄像头竟然派上了这样的用场。 大姨也没想到我真的会报警,有些慌乱,强作镇定强行解释,警察同志,我是他大姨,误会,都是误会啊。 我,警察叔叔,铁证如山,他摔了我的碗。 这是视频,这是发票,我要求他赔偿,且不接受调解。 杜盈盈,你爸你妈平时就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 没大没小,没老没少。 亏你还是大学生呢,半点家教都没有,别说我是个大学生。 我就算是个畜生,你也没资格在我家药物扬威,威胁我妈,还砸我的碗。 扑,我这话一出口,对面负责做笔录的警察绷不住了。 我嬴声抬头,没忍住倒吸一口凉气。 思,刚才注意力都在问话的警察叔叔身上,怎么没注意到他旁边的警察哥哥这么帅啊。 健康的肤色,硬朗的轮廓,干干净净的短发,轻轻朗朗的眉眼。 思,果然好看的小哥哥都上交国家了。 小哥哥发现我盯着他看了半赏,轻轻敲了敲桌面, 小朋友,我们队长问你话呢,啊。 我下意识扬声反问,对面两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警察叔叔打趣道,小姑娘,你是来解决纠纷的,还是来看帅哥的,青涩如我,脸瞬间红透了。 警察叔叔,你是咱们县今年的高考状元吧? 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你了,现役中还滚动播放你的采访视频呢。 小姑娘,前途无量啊,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您过奖了,警察哥哥挑挑眉,高考状元。 清华还是北大,北大,文学系。 我已经成年了,不是小朋友了,警察哥哥一愣,轻轻勾了勾嘴角,瞧这狐媚样子,跟杜晓晓一个模样,大仪比仪地骂道。 听她这样讲,我还没开口,警察哥哥先出声了,王女士,你毁坏他人财产,证据确凿。 若是不肯认错服软,杜盈盈执意追究你的责任的话,你是必须要赔偿的。 还有,鉴于你刚才态度恶劣,口出恶言,他还可以追究你一条人身攻击,出言诽谤,向你索要精神损失费。 警察叔叔看了他一眼,我说陈浪,你小子平时不爱吭声,今天话倒是挺腻,原来他叫陈浪。 陈浪不动声色,耳朵尖尖却红了,大仪见他这样,不乐意了,开始使出杀手锏,哭天枪地,撒泼打滚,只见大仪身子一软。 丝滑且贤熟地从椅子上往地上一滑,哎哟天爷呀,杀人了,犯法了,谋财害命了,关老爷跟小狐狸精连起手来害我呀。 我,陈浪,警察叔叔,最后是大仪父来把大仪领走的。 我大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仪父和表弟。 大仪父进了派出所,一个大逼斗给到大仪,耳光扇的那叫一个响亮,那叫一个漂亮。 啊,我这心里呀,那叫一个舒坦。 大仪父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嘴巴笨,但心眼实诚。 我见着他一脸窘迫地要给我转钱,忙摇头摆手,不用了一仗,您赶紧带大仪回家吧。 然后又靠近他,压低了声音,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大仪父一连串地跟我道歉。 这事整得,你考上大学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他,哎,改天我带上韭菜,亲自登门,跟你父母赔礼道歉。 没事,不过一仗您好好说说我大仪,他让我妈把房子过户到子涵,名下。 这事,只怕是不行,什么,大仪父瞠目结舌,反手又是一个巴掌拍到大仪身上,你个丢人现眼的娘嘛,咋不要天上的月亮啊? 大仪捂着脸抽抽搭搭地哭着,根本不敢反驳大仪父。 对,一物降一物。 配合警察走完流程,夜色已经很深了。 我看着黑漆漆的夜色,琢磨着怎么回家。 滴滴,不远处一台黑色奥迪的车灯亮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把轻烈的男生,你仪仗和大仪呢? 哎,是沉了。 表弟一个人在家,他们急着回去了,你住哪儿? 我送你,那你,他要送我回家。 我心里生疼起欢喜,嘴角比黑海南鸭,顺,顺路吗? 他轻笑,顺,东南西北都顺,思,哥哥好会。 我火速拉开车门跳上副驾绑好安全带,一套操作如行云流水。 而后,抬起头看着尚在车外愣神的陈浪,小哥哥,你怎么还不上车? 陈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舌尖抵着厚草牙,咧着嘴笑得无声无息。 唐姐把升学宴那天的直播录屏泼到了她的主页,短短一个周就百万赞。 然后,表姐在评论区置顶了一条评论。 那,杜小盈盈,这就是我可爱的唐妹,俺们搓了第一个北大声,大家多多支持哦,没多久。 我的粉丝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到了二十万。 这么好的开局,不做点什么属实对不起唐姐的提携。 于是在接下来,长达三个月的漫长暑假里,我除了预习大医药学的内容, 其他时间都在琢磨怎么做账号。 唐姐建议我猎奇,打造一个柴火妞人设。 这个提议固然很好,但我并不擅长。 思来想去,我点开了陈浪的微信,想问问她的意见。 思,啊,这个,主要是问意见,才不是什么主动联系她的借口挨压。 我,陈浪哥哥,我想做视频号,但我既不会擦边,又没有才艺, 既不想猎奇,又不想卖出,小哥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惺惺眼。 JPG,消息发送成功,我趴在沙发上撑着下巴等回复,心想,今天是工作日, 她可能会很忙,回消息应该很慢吧。 没想到她秒回,颜值主播,呃,她这是夸我好看。 我的AK,不是,我的嘴角又压不住了。 但理智告诉我,要矜持不要激动得太明显。 于是壮似淡定地回到,美人太多,已然红海。 陈浪,你喜欢什么,或者,你擅长什么,我内心,喜欢你啊。 我实际,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沉思,我好像只擅长读书和考试,诶。 陈浪,读书厉害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妨做个读书博主, 把你日常爱看的书,学习的技巧和方法都分享到网上。 做账号的同时,也能帮到有需要的人,也是一件功德。 你说呢? 诶,她是在我脑子里装窃听器了吗? 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过她说的很多,我何不做个读书博主呢? 我? 哥哥不仅长得好看,脑子也很好用呢, 对面回我一串省略号,接下来的两个月, 我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学习如何做视频后, 又找了许多大V读书博主,反复观摩, 学习他们的视频内容,剪辑,文案,配乐,时长,卡点等等。 从前以为网红好当,博主好做, 真正自己做起来才发现,没有一个成功是偶然。 那些能起号的博主, 必然是精心打理经营着自己的账号的。 半个月后,我开始发布第一条视频内容, 讲解西香记。 我做得很认真,内容也很详实, 但视频发出去之后,数据很一般。 二十万粉丝的账号,点赞三十几个。 我问,唐姐问题出在哪里? 唐姐道,第一,你的视频时间太长, 第二,你的账号之前发过生活类视频, 现在做内容,系统暂时无法识别你属于哪个赛道, 你把之前的视频全部隐藏, 后续视频注意把控时长, 保持更新,保持内容垂直度, 多发几条视频再看看效果。 我按照唐姐的建议, 把内容做扎实,保持更新, 渐渐地,浏览和点赞量都起来了。 每个作品都能维持在千赞, 有时候小千赞,有时候大千赞。 评论区大部分是鼓励我的, 让我加油的热心网友, 但也有几个别黑粉天天骂我, 什么垃圾? 这是我尊贵的会员该看的吗? 字幕有错别字, 还读书博主呢? 半点常识都没有, 这个视频的配音好奇怪啊, 博主普通话没过二甲吧? 笑死,这种小学生程度的诗歌, 有什么好解读的, 诸如此类的差评, 出现在我的每一个作品下, 而且都是同一个ID国家级保护废物。 骂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但是每个作品他都来骂, 这就很奇怪了。 要是真的不喜欢我的作品, 不看就是了, 一次差评之后, 平台也会减少推送, 不可能我每次更新它都能刷到。 所以很明显, 这个废物是在针对我, 恶意刷屏。 最可怕的是, 在他的带领下, 评论区的节奏也出现了不好的风向, 一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粉丝, 开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我点开国家级保护废物的主页, 发现他的ID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主页没有发布任何作品, 关注列表和点赞信息 也都设置成了隐私模式, 无法查看。 我想了想, 开了个小号, 昵称草莓酱。 接下来的一个周, 每一条废物抹黑我的评论, 都会收到我小号的附和和彩虹屁。 啊,对对对, 废物哥哥真是字字朱击, 我也觉得博主的普通话不标准, 口音好重哈哈哈哈。 他真的是北大学生吗? 录取通知书该不会是假的吧? 这条评论发出去不久后, 废物给我撕信了。 国家级保护废物, 你怎么知道他的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我心里咯噔一声, 这么快就上钩了。 草莓酱, 我猜的呀, 就像你说的, 他普通话又不标准, 字幕还有错别字, 这哪里像是北大的学生该有的水准呀? 我甚至怀疑他不是大学生, 国家级保护废物, 可是他有录取通知书, 草莓酱, 嗨, 半个假证又不贵, 对话框顶部, 对方正在输入, 的字样闪了好久, 最后又归于沉默。 我想了想, 抛出幼儿, 小哥哥, 你也是合川的国家级保护废物, 疑惑。 JPG, 国家级保护废物, 你怎么知道, 草莓酱, 你的主页有显示呀, 国家级保护废物, 这么关注我干什么, 对我有非分之想, 呦, 我强忍恶心回了个疯狂点头的表情。 草莓酱, 我看评论区都是吹捧他的, 唯独废物, 小哥哥清醒理智不跟风, 哥哥真棒, 国家级保护废物, 酷盖点剧屁剧, 国家级保护废物, 呵呵, 我手里可是有他不少黑料呢, 哦, 我还有黑料, 我怎么不知道, 就算我有黑料, 他怎么知道的? 难道他是我的熟人? 带着这个疑惑, 我天天和废物聊, 句句彩虹屁, 一口一个小哥哥, 废物在我的甜言蜜语, 公事下, 没几天就卸下心房, 跟我的小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意思的是, 这个废物对我的事情 十分了解, 铁定是我认识的人, 所以到底是谁在针对我?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大姨, 但他没什么文化, 日常聊天能语音绝不打字, 废物和我聊天的时候, 打字极快, 热梗停出, 不可能是我大姨。 为了知道废物到底是谁, 我开始旁敲侧击地暗示, 她我是个大美女, 并发过去一张看似刚睡醒, 实则全装精心摆拍的网图。 草莓酱, 刚起来, 头发好乱哦, 国家级保护废物, 瑟瑟瑟瑟。 JPG, 国家级保护废物, 这是你妈小草莓, 草莓酱, 是啊是啊, 国家级保护废物, 瑟瑟瑟瑟。 JPG, 国家级保护废物, 敢不敢陷下面姬, 一压, 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我假装害羞, 和她拉扯了几个来回, 最终害羞待切地 答应了和她见面。 面姬的地点选在密雪冰城。 我早早就到了, 但并没有进店, 而是坐在不远处的书 一捎仙草, 假装看书。 国家级保护废物, 乖乖小草莓, 你到了吗? 草莓酱, 快了快了, 小哥哥呢? 国家级保护废物, 耍帅。 JPG, 国家级保护废物, 马上就到, 我穿黑色卫衣, 灰色运动裤, 戴了个墨镜, 胸前戴了朵花, 整条街最亮的仔, 就是我了。 又这是什么爵士普信男? 草莓酱, 好的哥哥, 人家今天穿的是 Lolito, 国家级保护废物, 瑟瑟。 JPG, 我吸了手机屏幕, 全神贯注盯着街上 来来往往的人。 忽然, 一个身穿黑色卫衣, 灰色运动裤, 脸上戴着墨镜, 胸前戴朵花的男孩 闯入我的眼帘。 这男孩一看就是个学生, 目测身高一米六, 体重一百八, 圆圆的脸带上满是青春痘, 等等。 他, 他看着怎么有点眼熟, 带他越走越近, 我一口奶茶, 喷得到处都是, 啊这, 这不是我表弟王子涵吗? 我赶忙把头埋进书里, 生怕被他看到。 草莓酱, 小哥哥, 我裙子弄脏了, 先回家换衣服, 下次再来跟你喝奶茶哦, 国家级保护废物, 国家级保护废物, 我还给你点了, 快一杯的柠檬茶, 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草莓酱, 莺莺莺, 人家也没想到会突然来姨妈。 莺莺莺, 国家级保护废物, 行吧行吧, 那我自己喝了, 以后可别说我不给你花钱啊, 我, 草莓酱, 王子涵。 你压脑子被门加了吧, 快钱你也好意思说, 国家级保护废物, 你怎么知道, 消息已撤回, 国家级保护废物, 你谁, 草莓酱, 我是你姐。 再敢在我作品里面乱带节奏, 故意抹黑, 我就把你和小草莓撩骚的聊天记录 发到家族群里, 看你爹怎么收拾你, 国家级保护废物, 国家级保护废物, 你给我等着, 那天过后, 我的账号迎来了短暂的太平, 没有王子涵乱带节奏, 我的评论区几乎是一水的好评和鼓励, 有MCN找到我, 想跟我签约做直播, 但我马上就要开学了, 听说北大卷的不行, 我后面发视频的频率估计都要减少, 只怕是挤不出时间来直播, 于是变婉拒了, 对方又提出让我挂小黄车带货卖书籍和文具, 我看了看他们的书和文具都还不错, 就答应了, 没想到我的粉丝家人们十分给力, 第一波上架的书和文具, 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被抢购一空, 我也顺利赚到了第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妈乐得不行, 把这事跟一个亲戚说了, 这亲戚是个大嘴巴, 在家族群里对我一顿猛夸, 我那许久没露面的大姨一看我赚钱了, 家枪带棒的好一顿阴阳, 大姨,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是踩着我家的名声吸粉赚钱, 吃我家的人写馒头, 嘶, 这话不像大姨说得出来的呀, 肯定是王子寒娇的, 我翻个白眼, 懒得跟他分说, 大姨见我半天不吭声, 又谈了条语音, 这钱得给我加一半, 大姨, 不对, 全部都该给我加, 我, 大姨, 要不是我, 你能有二十万份, 我, 还得感谢你咯, 大姨, 你当然该谢我, 网友想看的是我, 根本就不是你, 你现在吃着我的人血馒头账粉, 那钱不是该给我吗, 我, 啊, 对对对, 全天下都欠你家的, 你不服气你报警啊, 让法官盼盼这钱, 该不该给你, 不提警察局还好, 一提到警察局大姨就破房了, 开始在群里疯狂输出, 发了十几段, 分钟的语音, 我听都懒得听, 不一会儿王子涵发来私信, 杜盈盈你不要太得意, 你抖音, 带货赚的钱, 必须全部给我, 不然, 我, 不然你吃食, 王子涵, 呵呵, 接着, 他发来一张照片, 我点开照片一看, 脑子立马炸了, 那是我正在穿内衣的照片, 之前有一次大姨来我家, 我正在屋里换衣服, 握室门没关, 肯定是他偷拍的, 王子涵,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把照片发到网上, 你现在可是个红人, 马上又要开学了, 你也不想被你的粉丝和同学 看到这张照片吧, 我, 你要多少钱, 王子涵, 按理说你小黄车赚了多少, 我就得要多少, 但大家亲力亲戚的, 就先给, 吧, 剩下的我需要时再找你拿, 呵呵, 好家伙, 拿我当提款机了, 我, 你等着, 警察局, 陈浪看到我, 有些许错愕, 杜盈盈, 你来做什么, 我有些不受控制的脸红, 报警, 陈浪眉头一皱, 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了, 我掏出手机, 点开和王子涵的聊天记录, 小哥哥, 我被人敲诈勒索了, 陈浪办案的速度很快, 我提交的证据又齐全, 王子涵被依法传唤, 他虽然才高二, 但初中时, 他光顾着玩游戏不好好学习, 连着考了三年才考上高中, 已经年满, 岁了, 岁, 要为自己的勒索行为负责, 和他同来的还有我大姨, 一听王子涵要负责任, 历时就慌了, 不, 不是他发的, 是我, 是我用我儿子的手机给杜盈盈发的消息, 都是我干的, 照片也是我拍的, 咦, 大姨还真是母词啊, 只可惜王子涵并不子顺, 一见他妈跳出来给自己顶罪, 赶紧附和, 啊, 对对对, 都是我妈, 是我妈干的, 她还在家族群里公开让杜盈盈打钱呢, 陈浪看向我, 是谁勒索你, 我还没开口, 大姨两只手往前一伸, 是我是我, 警察同志, 抓我, 你抓我吧, 陈浪, 我, 大姨最终求仁得仁, 被治安拘留十五日, 王子涵也被警示教育,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啦, 没想到我那老实本分的大姨父竟打上门来了, 我家子涵还小, 他被警示教育了还怎么参加高考,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 大姨父举着扁担, 高喊一声后, 那扁担就要砸在我身上, 我爸下意识将我护在身后, 背上结结实实挨了一扁担, 我妈尖叫一声, 扑上前抱着大姨父的手臂就咬, 三人撕打在一起, 家里被砸得乱七八糟, 我吓得浑身发抖, 摸出手机给陈浪打电话, 哥, 哥哥, 快, 快救我, 大姨父也被陈浪送进去了, 和大姨夫妻团聚, 我爸背上那一扁, 但挨得不轻, 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大姨平时来我家打打秋风, 也就算了, 如今她家威胁到我, 还伤了我爸, 这已经触及了我妈的底线, 她是半点情面也不留了, 都怪我不好, 我早该跟我姐划清界限, 你们妇女俩也不至于受伤的受伤, 被勒索的被勒索, 我妈一边擦眼泪一边忏悔, 我爸背上疼得厉害, 哼哼了几声, 问道, 我问你, 你姐姐住的房子, 是你的名字, 我妈眼前一亮, 是, 那宅基地本就是我的, 我们搬到城里来之后, 老房子就没住了, 当初她要在老家盖楼房, 霸占了我们的老房子, 盖楼的钱也都是我出的, 后来办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爸, 把房子卖了, 给盈盈交学费吧, 我妈皱着眉又要心软, 那他们住哪儿啊, 我爸瞅了我一眼, 扶着腰哼哼唧唧地喊疼, 我道, 大姨父在村东头, 不是还有一套土坯房吗, 虽然破旧了点, 但收拾收拾也能住, 他揪战却朝住了咱们家房子这么多年, 非但不感恩, 还处处针对, 把爸爸也打伤了, 我们把房子卖了合情合理, 不欠他的, 我妈垂下眉眼, 想了一会儿, 好, 就这么办, 我爸, 你姐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这房子卖给普通人只怕他会找买家的麻烦, 这还不简单吗, 我笑嘻嘻道, 村吸头那个屠户,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 听说他家想买房子呢, 那屠户一身的横肉, 大姨可不敢招惹, 要不咱们就吃点亏, 便宜点卖给屠户家呗, 我爸指着我鼻头点了点, 就你机灵, 几天后, 大姨和大姨复出来了, 我妈也办完了房子过户的手续, 大姨被关了半个月, 学乖了, 再不敢来招惹我, 但我马上要去学校报到, 我担心他会为难我妈, 于是连夜给我爸妈收拾了包袱皮, 让他们送我去北京报到, 顺便旅游一圈, 在高铁站后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万万没想到的人, 陈浪, 四目相对, 他也有些震惊, 旋即又笑眯眯问我, 去报到了, 这么早, 我点点头, 是啊, 顺便带爸妈去北京玩一下, 你呢, 他指了指行李箱, 我也去报到, 啥, 你也是学生, 陈浪点点头, 颜一, 那你怎么会在派出所上班, 实习啊, 本科毕业实习, 啊哈, 所以, 你是哪个学校的, 陈浪咧着嘴笑的明媚, 我本想着提前几天去学校, 等你来报到的时候, 去车站接你, 没想到你也提前了, 我眨巴眨巴眼, 你, 你该不会, 没错, 我也是北大的, 哈, 竟是师兄, 说实话, 从第一次在派出所见面, 我就对他很有好感, 但考虑到我在北京读书, 他在河川上班, 异地恋多有不便, 所以, 我一直刻意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 我的小心肝而不受控制地, 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估计脸也红透了, 陈浪轻笑一声, 冲我伸出右手, 你好小师妹, 我是陈浪, 很高兴认识你, 我愣了愣, 握住他温暖的大掌, 师兄好, 请多多指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